好 海德格尔说 人是相似的存在 死亡是所有生命 都无法抗拒地归缩 有时候我就在想 如果轮椅上做的人是我 或者 我是苏爷爷 我会怎么选择 可更多时候 我都是以一个医生的意志 去决定一些事情 我需要比病人更加艰险 我的选择是合理的 是最好的 医生的职业要求 我们需要时常面对死亡 死亡最终意味着技术的撤出 撤出前是否应该做 最后的顽强抵抗 而很多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哪一刻 才应该是放弃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放弃是否如所有人所愿 所以说 医学本质上是一门哲学 是一门 直面生死的价值论哲学 没错 是需要我们用医生的时间去追寻 有时候患者 明明没有抢救的希望 可出于感情 我们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可有时候 家属选择了放弃 我们心里 又总不是个滋味 虽然人总有终老的一天 但生命交替 因为有情感的输出而生生不息 你看 苏爷爷跟金奶奶 虽然不知道金奶奶 还有多少天可以感知这个世界 也不知道苏爷爷还有多少天 能够清楚地记住那些回忆 但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品格 却深深影响了我们 正是所谓的生命有限 精神不灭